张国立说,自己与冯小刚在早年合作成良性盈利的情况下,没有抵挡住资本的诱惑,接受了高价的投资,结果使得创作陷入了受资本控制的被动之中。 现在的影视剧市场要出一部较好,要叫做的作品难上加难,因为整个行业规矩很乱,人们只以为追求高票房,高收市,价值投资人良又不齐,导致影视生产中产生了指中利益的风气,因为签了对赌协议,自己如今不能像以前一样,等待一个喜欢的剧本或角色。 因为我要做一个讲诚信的人,用什么方式,都要把这个钱给人家填上去,笑声自己掉进了王中军设计好的套路中。